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近年来,环翠区以务实创新的举措,真诚优质的服务,支持企业、项目、人才发展。 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落实落地,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引领高质量发展。 在2018年度企业表彰继扶持政策兑现大会上, 节能环保装备研究中心获得兑现危害创新员扶持资金159万多元。 其中,泰山产业领军人才补助就高达80万元, 让企业的茁壮成长获得了更加充足的阳光语录。 威海青川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是第一批入驻威海创新员节能环保装备研究中心的企业。 针对目前市面上的威型电动机车存在速度慢、电机效率低、续航里程短等问题, 公司与德国专家威克多合作,有针对性地开发了一种新型高效交流电机, 满足客户对速度提升和耗能的要求,得到了国外客户的认可, 并已接到墨西哥等国际订单。 我们减重了将近7公斤,像这个就很轻松地能够装到我们车上, 让我们这款高速电动模特成为可行。 同样一款电机,我们的效率,尤其是整个的行驶距离, 就从100公里到了将近150公里,就增加了将近50%。 人才是强起资本、创新支援、发展之机。 德国专家威克多开发的ASPP高效交流电机及电控系统, 曾获得俄罗斯国家杜马奖和俄罗斯联邦创新奖, 拥有21项电机电控国际发明专利, 被评选为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此次环罪区给予高达80万元的中奖, 让他和企业备受鼓舞,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从事这项技术很多年,我的技术在中国有了发展, 解决了电机的能耗问题, 让生产电机的成本更节省,效率得到提高, 提升了电机水平。 我相信这项技术会有更好的市场, 更大的应用空间。 感谢政府给的机会和荣誉, 今后将会和团队一起更加努力地工作。 我们尤其感谢环罪区政府给我们这次的奖励。 这个奖励我们现在收到以后, 将很快会把这个资金用于我们的研发, 增加我们的研发力量, 继续提高我们电机电控的技术水平。 同时我们已经规划, 现在即将拿到整个欧盟的整车进入的准证, 很快在欧洲推广我们的电动汽车产品。 据了解, 创新员专项服饰意见中提到, 以奖励、补助、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 重点支持生产型科技服务业方面的科技研发、 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化、 高层次人才引进等,加大对企业、项目和人才的吸引力, 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目前,节能环保装备研究中心已经入驻企业26家, 初步形成了以十方路周为代表的环境综合智力产业生态链, 以青川动力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链, 以龙喜节能为代表的LED照明产业生态链, 三大产业生态链, 正在着力打造第四条海水淡化产业生态链, 入驻企业格润环保在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挂牌, 德润环保获得第四届环翠区创业大赛二等奖。 重奖背后是区位区政府对人才的重视, 也是区位区政府对人才在产业振兴发展中寄予的殷切希望, 激励先进,边策后进, 环翠区出台的关于外害创新员的福祉政策, 在整个交通地区都很有优势, 真正让企业家队伍和研发人员安心、放心、舒心。 下一步, 节能环保专门研究中心将乘着利好政策的东风, 以更高标准来制定和加强中心内部管理机制, 着力营造你追我感, 奋勇争先, 干世创业的浓控氛围。